正確的訊息 台灣要更堅定的捍衛民主 讓世界更團結支持台灣 好不好 年底的這場選戰 也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後 我們的第一場選舉 現在全世界在關注台灣 我們每一個行動 每一個決定 都會影響世界如何看待台灣 也許你會說 那是總統大選 跟地方選舉不一樣 但是不要忘了四年前的2018年 當我們面臨挫敗 中國把這樣的結果 視為可以對台灣 餘虛餘求的訊號 不到兩個月 就推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現在有些人為了選舉 喜歡扭曲試試 他們說民進黨只會抗中保台 還說投給民進黨就是投給戰爭 蔡英文執政以來 遵守承諾維持現狀 國際社會也從來沒有把台灣 當作破壞現狀的一方 相反的 越來越多的國家 把台灣的民主和安全 視為是國際秩序和平穩定的關鍵 大家說對不對 台灣人對自由民主的堅持 不是對任何人的挑釁 大家說對不對 面對威權的擴張 我們必須守護民主 我們要有堅定的信念 以及強正的抵抗 跟自我防衛的意志 我們越是做好準備 對和冒進的機率就越小 我們越是堅定和團結 台灣就越強壯 越安全 一個有自信 團結 有決心 有準備的台灣 就是國際社會最支持的台灣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堅守四個堅持 強化國家的四大任性 這就是為什麼 我沒有在一國兩制台灣方向上去服 更沒有讓走進香港中聯辦的人成為總統 身為總統 我的使命就是 用盡一切努力 讓台灣依然是台灣人的台灣 11月26號 我們再一次挺身而出 要